汪小飞为了给女儿小月儿庆生又飞台北 但遭到大S阻拦 几次探望略显心酸 4月21日小飞带未婚妻来看SBL篮球比赛转换心情 一同出席的还有她的好友Luxy Girls的老板李静良 以及彰化蓝鞋理事长谢点灵 可见小飞在台北人脉极广 这次来看球恐怕也是两位好友邀约 而比赛还未开始时 李静良的LaLa对Luxy Girls更是上前将小飞围住 辣跳炸猎舞 几位美眉的着装也的确炸猎 身材更是好到爆 汪小飞见了立马修到脸红 但未婚妻又在一旁只好尴尬转头 立马和未婚妻聊天缓解 和汪小飞略有失态不一样 小梅全程冷静 露出微笑十分十大体 可见小飞这次找女人真找对了 是见过一些场面的 据了解小飞会在台北待到至少25号 24是月儿生日 小飞直播透露自己带了很多爷爷奶奶的礼物 就是大S仍然不给她机会和小孩单独相处 不知道月儿生日那天小飞能带孩子出来玩吗 希望月儿度过一个开心的生日 巴巴巴巴巴巴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